奶奶 自从爸爸妈妈不要我 就是你一个人扶养我长大 现在你也不要我 谁 谁 奶奶 是你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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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没事吧 什么小姐 玩儿小姐 我是小莲啊 完了完了 脑子不会真摔坏了吧 是哪儿 我去找老爷 啊 你 小小莲 嗯 有吃的吗 有 小姐 我去给你拿 完了完了 我不会真传绿了吧 就来了小姐 我喂你 我喂你 啊 不不不不 我自己来 嗯 什么东西这么难吃啊 小莲 那个厨房在哪儿 要不你带我去呗 好的小姐 好 好 别走 安全 紧 嗯 无法 不用 defects 你们 要不不 okay 好帅啊 这长相怎么都长在我的神秘点上 小姐 小姐 小林 她谁啊 你快帮我要微信去 微信 对啊 这时候哪有微信 小姐 你 晚安 你醒了 还有奶不舒服 你可吓死爹爹了 看来这园主的爹还挺关心他的 小林 不跟你说了吗 晚安醒了立马喊我呀 不是不是 爹 不管小林的事 我很好 刚刚那人是谁啊 秦轩 你的未婚夫 那他今天是来讨论婚事的吗 这 秦轩和你的婚约是皇上遇刺的 但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 妖蛮跋扈 今天是来退婚的 退婚 娃儿 你去哪 小姐 你慢点 秦公子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是 我是 你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叫和我退婚 林小姐 方间传闻林小姐行为轻浮 不居止不端有伤风化 是非 不知良辈 我行为轻浮 你就听了坊间传闻你就说我行为轻浮 秦大人 乃陛下一子 堂堂冠军侯 镇守八方 若国夫人名声有侠 恐怕 家族名誉受损 你愚痴多了 你怪会挑刺的是不是 你冠军侯了不起啊 你是不是只长个子不长脑子啊 哎 那坊间还传 你是个滥杀无辜 无情无依的小人 你信吗 我告诉你啊 就算要退婚 也是本小姐退你的婚 轮不到你在这里来狗叫 白瞎了你这次好皮呢 还有你 我跟你家大人说话有你什么事 上个文邹邹的词写着你了是不是 林小姐可真是凌牙俐齿 退婚已定 本侯懒得跟你废话 我们走 慢走毒素 小姐 那本集得真漂亮 气死我了 我们走 站住 这不是我们家的扫把星吗 怎么终于舍得醒来了 这听说你喝了碗粥就吐了 真是娇贵得很 小莲 这谁啊 小姐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她是二夫人 你俩嘀嘀咕咕什么呢 要你管 小莲 我们走 我怎么不能管呢 我是你的长辈 听说冠军后来退婚了 你知道给灵府带来多大的耻辱吗 你可真是丢人 二夫人 你是在练八卦阵吗 说话阴阳怪气的 哦 就是你吧 你在外面说我坏话 换我名声 你胡说 你这个害死娘亲的扫把星 我要是你 还醒来干嘛 但就死了得了 真是丑人多作怪 我醒不醒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先把眼神擦干净了再说话吧 哎呀 这二夫人好听话呀 好乖呀 这宅子太大了 我不醒过来我都怕装不下你 哎 没事少练剑啊 啊 练剑 我练了吗 他说的话 你们都听懂了吗 蠢货 饭菜来了 小姐 你今天好厉害啊 那可不 当年解在论坛上 你一喷十的时候 那是什么都讲过 小姐 论坛是什么 喷是什么 没什么 我怎么问我是穿越来的 你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难吃啊 你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难吃啊 这不挺好吃吗 而且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你们古代人管这叫好吃啊 对啊 小莲啊 要不你带姐说一下吧 小姑 你顺便带姐逛逛吧 老爷说你大病出狱 还是尽量少走动为好 小姑 小莲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我好饿啊 我都饿死了 不行 小莲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这能飞能舞的 走呗 走嘛 小莲 好吧 那 听说今天隔壁酒楼出了新菜 我带小姐尝尝 走 走 小莲快点 快点快点 来瞧一瞧 逛一逛 不买也来看一看 得意酒楼新出菜品 免费品尝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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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里是红烧漏 这明明是麻婆洞 小姐 这可是本店研制的新菜品 吃过之人 皆赞不绝口 你个小姑娘家 怎敢在此胡乱点评 您就是掌柜的是吧 正是 我跟您说 您这红烧肉 您要炒出糖色 你才行 您看这红烧肉 卖相这么差 谁吃 小姐 小姐 这位小姐 您是觉得我做的菜不好吃吗 敢问您做过几道菜 这姑娘怕是来砸场子的吧 就是 一见女流之辈 懂什么做菜 范大厨可是经常有名的厨师 小姑娘 你要是来吃饭的 您请上座 你要是来找茶的 那可是 进错了门了呀 一见女流怎么了 在下略懂厨艺 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为各位桌上的菜 提点意见 有何高见 就比方说这盘熟牛儿的话 你得加上灵魂酱醋 小米辣 那才够味啊 还有这鱼 你要加上葱丝姜丝 淋上热油 那才能搁上一层楼 耍嘴皮子的功夫谁不会呢 小姑娘 你要是不吃饭呢 您就出门 往东 掌柜的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比试一下 掌柜的 不如让这位小姐 你犯大厨比试一番 这位小姐 你既然自称厨艺高超 空谈无补 请仪式伸手 你不会真要比心吧 你不会做菜 我 怎么逃了 小人 你让你尝尝姐的手 大家安静一下 日心之味盛德 本朝呢 注重人才培养 只要你做的菜好吃 本店 也不必拘泥于男女下厨 承蒙老板欣赏 黄毛丫头 你要是输了 一会儿可别哭鼻子 老厨师 您要是输了 可别怪我没给你东西面哦 两位 快开始吧 我都等不及了 老板 给我一只鸡 不是比片红烧肉吗 你拿鸡干什么 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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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要干啥 看不到吗 倒酒啊 加了酒才能更加入味 老板 那可是 没事 来 各位尝一尝 来 好 范大厨的手艺 还是行业翘楚 小丫头 你这又是鸡又是酒的 你要干什么呀 你是要做马亨全席吗 什么 这么小 好了 老板 要不要调调 老板 你怎么了 让我来 让我来 还不快去找大夫 让我来 让我来 老板 你 你干嘛 那 你说说不信 你就把我当男的不就行了 你怎么能讲话 你骗我 小姐做的肉呢 实在太好吃了 这肉呢 肥而不腻 肉口即化 你赶紧尝尝 这红烧肉竟如此美味 我尝尝 我来一块 我也来一块 小莲 要不要尝尝姐的手艺 小姐 这也太好吃了 你是神仙下凡吧 小姐 可否借一步说话 请 诶 诸位 今日的比拼到此为止 请诸位 明日再来吧 请 请问小姐方明 师从何处啊 林婉儿 师从短视频 何为短视频 我靠 又说错了 他们哪知道什么短视频 短视频就 上面 好 等了等了 林小姐 只会一道菜 这算不了什么嘛 师父如果不服气的话 没关系啊 我可以留下来 每天给你们个惊喜 若真如你所说 范某甘愿伴你为师 那你这徒弟 我可收定了 老板 你想如何啊 还不赶快给林小姐安排一间上房 老板你够意思啊 我一定给你多赚钱 小林 我们走 小姐 你真打算留在这儿啊 对啊 我才不想看到那个二娘呢 我跟你说 万一就是她在外面造谣呢 我还想在这儿好好生活 那老爷问起你该怎么办 我要不给她通报一声 你别跟她说 那个小林啊 老爷 她是什么样的人啊 小姐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你就记得 老爷是林府上下最关心你的人 走吧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慌慌张张成何其统 说 什么事 小姐不见了 小姐可曾留下什么信件 没有 啊 老爷 你怎么了 快 备车 去秦府 是 萱萱 林家老爷来了 不要叫我萱萱 好的 萱萱 这么快就同意退婚了 嗯 请得进来 那我把林家老爷叫进来 秦大人 大事不好 昨日你走后 我家婉儿就失踪了 我 你 林小姐失踪了 为何会来我府 你昨天跟我儿说了什么 林小姐灵牙利齿 我可说不过的 秦大人 我家婉儿身体虚弱 常年大门不出 何来的灵牙利齿 您舅舅从哪里成来的传闻 一定要上门退婚呢 我家婉儿如有不测 我可怎么活呀 林大人 我真的没有逼她 我不管 婉儿世祖和你脱不了干系 你一定要帮我把她找回来 我命好苦啊 我就这么一个女孩 让我怎么办呢 好 我答应你 帮你去寻找林王 好 好 这 这 这 林家老爷 侯爷 您不会真的要找吧 这老狐狸 探子来信 得益酒楼 发现敌国系组 寻找林小姐之事 咱们日后再聊 我们到 这儿 李小姐 李小姐 李小姐等等我呀 各位客官 这是我新出的菜品 臭豆腐 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啊 你这么臭啊 这个 老板 你要不要尝尝 不是不是 好吃的啊 你信我 张嘴 不是臭 拿开 好吃吗 好吃 我就说嘛 这感觉从而有过 还真的与众不得 来嘞 最后一盘啊 老板 吓我一跳 老板你看啊 林小姐来后啊 咱们走路的收益大好呀 现在可是一座难求啊 那是 我呢 去派人探得了林小姐的身份 她呀 就是林 林大人的大小姐 林 林 林是鱼的女孩 行了 快去忙吧 诶 客官里边请 本店最具特色的 你 小大的长安 别伤照 好好好 您里边请啊 来来来来 小二啊 给两位客官安排一间上房 记得带两滩好酒 不用 我们坐那边就好 这家的臭豆腐味道真是一绝 幸好我赶着了 突然就没了 吃起来香啊 听说供不应求 各位客官 不好意思啊 今天臭豆腐卖完了 大家明天再来吧 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你说卖完就卖完啊 那我们也是为了保证食材新鲜嘛 一天就卖五百份 先到先得 大家明天都早点来吧 你既然不肯卖的话 那就摘下你的面纱 让我们瞅瞅你的样子吧 你不会是个丑八怪吧 我戴面纱是为了保证食品新鲜 而且我长什么样跟你有屁关系啊 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长什么熊 再说了 我知道你肠子直 也没让你从嘴巴里拉出来吧 你 萱萱啊 听这话 怎么感觉这么耳熟呢 诸位 既然已经卖完了 大家明日来便是 何必去为难一个女子 你 请示他 他不会是来报复我的吧 啊 啊 是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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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李小姐 你不在林家当大小姐 出来这里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秦大人 要不 先把我放开再说 啊 秦萱 你有病是不是 你松开干嘛 不是你让我松开的吗 我能是什么人啊 我自然是一个被秦大人退婚的普普通通的女子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自己讨生活车了 难道这也犯法吗 呃 各位啊 今日本店打烊了 咱们欢迎各位朋友 明日再来 走走走走 算了 走了 慢走啊 慢走慢走 你所做的食物 闻所未闻 绝非非常手道 你真的只是来打发时间的吗 哼 笑话 本小姐做什么食物 还需要秦大人来管吗 哼 我知道了 秦大人该不会以为 自己是一块香饱饱吧 只可惜啊 本小姐 根本不在乎你 林小姐还真是伶牙俐齿 但是我还是怀疑 你此行另有目的 哦 原来 秦大人不是来吃饭的 你把我当狄特了 狄特 狄特都不知道 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交流起了真飞气 秦大人 是不是和林小姐有什么误会 诶 秦兄 大家都是兄弟 不用 你俩认识啊 呃 对啊 我和秦兄呢 是多年就识 对吧秦兄 是 李兄 哦 对了婉儿 这秦兄屋好不容易回趟京都 你可否再破例做一次臭豆腐 让我和秦兄有时间聊聊 好 给你这个面子 来 秦兄 我们坐下 太子 唉 不用 坐 唉 秦兄 你今日来我们御酒楼 怎么不跟我提前说一声 我好派人接你 最近敌国戏作 在京都出现频繁 我来这儿 调查此事 大顺 能有今日之安稳 离不开秦兄的复仇 特子这事 这本来就是奋斗之喜 唉 对了秦兄 咱俩都是兄弟 不见外啊 你可马儿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和秦大人能有什么 我跟他能有什么情况啊 他昨天还找我退婚呢 那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哦 快 秦兄 尝尝 这是婉儿新颜制的臭豆腐 你别看他闻着着 吃起来啊 那叫一个香 快尝尝 用手啊 尝尝 可好吃 好吃 你看我说什么 婉儿刚研发出来的时候 给我吃啊 我是闻着臭 吃一口都不想吃 幸亏婉儿硬塞给了我一口 这才没有错过如此美 唉 我们家婉儿 真是心灵首相 秀外贵中 多谢老板夸奖 林小姐 多有抱歉 既然 误会已经紧了 在下 就先行告死了 秦兄 这就走了 我送送你 留步 我们走 你去调查一下 林小姐之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唉 唉 唉呀 你们俩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走来走去啊 烦死了 林小姐啊 林小姐 咱们店几乎都没有人了 隔壁店的臭豆腐实验成功 大家都跑那边去了啊 师傅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当着外人面去做 你偏不听 想给对方全去了吧 唉呀怕什么 很多美食都在这了 看我的新品 奶茶 辣条 这 奶茶 辣条 能有那臭豆腐美味 唉 唉 师傅 这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放在奶茶之中 尝尝呗 林小姐 你可太厉害了呀 你这脑袋瓜子可怎么长的呀 这里面怎么都是如此稀奇古怪之物呀 噓 噓 噓 天机不可泄露 走 您客气 还想卷我的东西 我能三百六十五天都不宠吗 卷死了 呃 什么卷死 唉 掌柜的 你莫只愿伺候 我要开始做海豹 师傅 海豹是什么呀 为什么你说的话 我和掌柜的都听不懂 唉你别问 不让我说 唉 古代人真是啥都不懂 瞧一瞧 看一看 林大厨的新品奶茶和辣条 欢迎大家来品尝 林大厨不知道哪来的你 上次是臭豆 这次是奶茶和辣条 走 尝上去 老爷您快看 前面就是的一九楼 好热闹啊 小姐就在那里做大厨 好吧 唉 那咱们 进去看看 好 小姐 小莲 爹 你们怎么来了 走 进去坐 啊 好 爹 爹 家里还好吗 还好 婉儿 你在这过得好吗 爹爹担心你啊 你从小就没离开我家 你放心 爹爹 我在这儿很好 对了爹爹 我做了新的菜品 你等一下 我就给你拿来 好 奶茶来了 这是辣条 爹你快尝尝 嗯 太好吃了 爹你快尝尝 嗯 你可这奶茶 这辣条 爹爹闻所未闻呢 但是爹爹还是想要你回家 我担心你身体吃不消 爹没事 我在这儿很好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这些呢 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希望爹爹可以支持我 既然婉儿你决定了 爹爹就支持你 但你要记住 无论到哪儿 你都是爹爹的骄傲 爹爹的宝贝啊 倦了累了 告诉我回家就行 好吧 谢谢爹 小莲 你帮我照顾好爹爹 小姐 你就放心吧 小姐 我们先走了 你多保重 爹 路上注意安全 啊 那我们先走了 小言 唉 被人牵挂的感觉 又回来了 掌柜的让我们来打探一下情报 看看能不能把秘方掏出来 顺便看一看 你说的那个什么IP会员到底是什么 两位客官 老板 听说你们家又上新品了 哎呀 客官就是有所耳闻呢 这红布垃圾像根棍 这给畜生吃的吧 是给人吃的吗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 这就是你们店的招牌啊 客官稍安勿躁 您先上座 然后马上 是你店的招牌 是你店的招牌 那你给我们俩一人上衣 如果不好吃 今儿给你把这店给你砸了 哎 两位客官先坐先坐啊 林小姐 林小姐 这些人呢 看来是来闹事儿的 没关系掌柜的 既然来了 就是客人 那我们就让他们放点血吧 哎呦呦 哎呀林小姐可不能动手啊 你想什么呢 掌柜的 我是想让他们 哦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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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莫志愿 二位 奶茶辣条怎么样 嗯 好吃 好吃个鬼 这么辣的东西 你想辣死我吗 还有你说呢 什么会员 到现在都没见着 玩吧斗地主 请让你玩的明明白白 掌柜的 拿酒来 臭地主 什么破游戏 他妈老子都没听过 哎呀很简单啦 两个一队 四个一炸 大王最大小三最小 哎呀玩一次就很明白了 正好吧 第一把我们试玩 后面谁输谁喝 行啊 谁怕谁啊 来呀 林小姐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啊佩服您佩服得 我乱起头地 哎 啥呀 这都是兄弟活的嘛 哎 你干啥呢 养鱼啊 林小姐 我服了 你的奶茶 辣条 是怎么做的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分 哎呀 不就是这个辣条奶茶嘛 都是秘密 就你们两位探子还想着来套路街 那一点点的小心思 今天早就看出来了 说了吧 还有什么套路 一起来啊 姐根本不怕的 林小姐 告辞啊 等会儿 怎么着啊 林小姐 掌柜的 账单哪儿 二位客官 这是你们的账单 看看吧 这账单 怎么这么贵 我们不就是 吃了点辣酒 喝了点小酒吧 二位啊 确定你们只是 喝了点小酒 吃了点辣酒 怎么这么多 要不 我两个考虑 在我们酒店冲个会员 以后来本店 搬搬着 行 林小姐 今天 算栽造你了 干得漂亮 该送给林小姐一份精神 您的脚 哎呀侯爷大驾光临 小店真是蓬碧生辉啊 您快上座 小店这就给您安排韭菜 哎呀 你慢用啊 掌柜的 好消息 有人给林姑娘送锦琪来了 这锦琪怎么回事 谁送的 小的也不知道 只是听人说是给林小姐的 老板这招真是妙啊 来来来 诸位啊 我家林小姐厨艺高超 有贵客送来如此高的赞誉 这回是得意酒楼之交啊 哎呀 掌柜的 你低调点 我爱人 恭喜林小姐 呦 秦大人今天怎么有闲心来小店吃饭啊 秦人路过此处 当然是来吃饭 不过 顺便向林小姐道个歉 这秦大人难得不是来找我退婚的 林小姐 退婚之事 是秦某考虑欠缺了 望林小姐不要再打去秦某了 那我想问一下秦大人 你去我林府退婚的时候 考虑过我林府的颜面吗 林小姐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相信你可以看得到我过得很好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道歉 再说了 过些时日 我自会去你秦府 亲自退婚 秦修 太 不用 秦修 都是兄弟 不必多敌 老板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展规 来 快尝尝 这是婉儿的新菜品 好吃 对了 你前些时日所打听的敌国细作之事 可有眉目 没有 最近京都的水有点深了 我的探子来报了 你刚回京都不久 有人可能要对你下水 侯爷 太子殿下 说吧 在林府发现了细作 现在已经重大归案了 朝廷御史王大人 现在正在林府 说什么 是 你 婉儿 别着急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走 带我去林府 啊 秦大人 我也要去 你跟着我可能会有危险 毕竟 他们是在林家发现的星座 我担心爹爹他们的安危 林大人 我得手下密报 说林府中有人与敌国戏作有染 今日特来要查清此事 请林大人如实交代 否则就别怪本官不客气了 王大人 我林府世代忠良 从未与敌国戏作有任何接触 也定是有人恶意重伤 栽赃陷害 老爷 话虽如此 可是这林婉儿这孩子 平日里面抛头露目 说不定得罪了什么人 连累了我们整个林府啊 我闭嘴 平日就知道你跟婉儿有点不对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 今天来了外人 这当着外人面 你还叫外人舍根 你是何举心啊 老爷都这个时候了 您还护着他 要不是林婉儿 还能是谁啊 黄大人 这定是物 明察秋毫 给林婉儿 给林婉儿一个轻辩 林大人 你家庭矛盾 本官不管 但若你们不能自证 那不别怪本官 不客气 来人 将林府上下全部积压审查 一个不能放过 是 住手 王大人 林婉儿是我朋友 请问林婉儿 请问林婉儿究竟犯了何事 要被如此对待 秦大人 林府 涉嫌与敌国戏作有染 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本官断案 从不寻思 你说铁证如山 那敌国戏作 现在在何处 秦大人 敌国戏作行动 乃是机密 此事与秦大人无关 请秦大人 你就不要插手 与我无干 探宣敌国戏作 乃是皇上钦点 给我的任务 什么时候 转交给运使大人了 秦大人 你我本是同朝为臣 既陛下分忧 乃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我奉丞相之命 到林府来拿人 何处之友 王大人 你口口声声说 自证清白 那么我请问 你所谓的铁证如山 究竟为何物 就凭一封莫为须有的密报 就要把林家所有人 都收监吗 难道 这就是朝廷的公正明察吗 你就是他所说的 林婉儿吗 果然是伶牙利齿啊 这几日你不在府中 应该是与敌国戏作 独谋不轨吧 等入了大狱 叫你如实交代 王大人 林小姐一直在我千府座口 从未离开半步 你说她与敌国戏作勾结 那么是不是要把我也抓进大牢 陈大人 你真是给我戴高帽了 但此事 事关重大 本关 必须延长 林婉儿乃林家之人 逃脱不了干系 秦大人 您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来人 将林家之人带走 看谁敢 我看谁敢 见此剑如见陛下 还不跪下 秦大人 这是何意啊 灵府之事多有蹊跷 不可草率行事 待查明真相后 再做定夺也不迟 既然秦大人 亮出此剑 那本关 自然要给你面子 自不会 命错杀一百 而了结此事 只是林府之人 必须全部带走 便于审查 起来吧 那是自然 但林婉儿要留下 我可以以我的性命担保 他与本案无关 既然秦大人 以性命担保 那本关也不多言了 来人 把他们带走 爹爹 放心 秦大人 答案不严险 还望你看在 我们有婚约的份上 帮帮林家吧 林小姐 婚约之事 我很抱歉 但是此事 设计敌国细错 于公于私 我都会查明真相 还林府一个牛 听说 被我们侯爷撤婚的 那个林婉儿 今天要过来 是啊 真是可怜 林府被查封 她现在无家可归 住口 在秦家 无论她是什么身份 她都是皇上御赐和秦家的婚约 岂是你们可以议论的 是 老夫人 婚红尔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就好好在秦家住下吧 不过 你要记住 这里是秦家 规矩还是要守的 是 老夫人 婚尔会守规矩的 祖母 林小姐 就交给您了 我去调查一下林府之事 最近有何蹊跷 有劳请大人了 老夫人 尚书府李小姐到 雅盈来了 快快 快让她进来 不是 老夫人 雅盈给您请安了 林小姐也在啊 可真是巧呀 雅盈啊 你来得正好 快坐下 婚儿啊 你也坐下吧 老夫人 我给您带来的南越贡品燕窝 听说这燕窝呀 吃了可以美容养颜 还能延年益寿呢 雅盈啊 你有心了 你能够经常来看老神 就已经很好了 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 尚书府 一切可好啊 托老夫人的福 一切都好 老夫人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婚儿就先走了 林小姐 别急呀 我听说 你厨艺不错 今日既然来了林府 不如就露一声 把这燕窝 给老夫人炖了吧 也尝尝 这南越的极品 多谢李小姐的夸奖 老夫人要是想吃的话 婚儿愿意一试 哦 婚儿还会做菜 列董一二 林小姐 谦虚了吧 我可听说 你去坊间当厨子 还发明了什么 奶茶 辣条 被坊间还奉为 美食天下第一呢 老夫人 您稍到便可 婚儿这就去做 轩轩 你消息了 不要叫我轩轩 轩轩 我跟你说啊 轩轩 这次朝廷御史王大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听从宰相司马寮的 而且 陷害林府的罪魁祸首 也是司马寮 司马寮 我还查到了 细作的活动伪迹 林家大小姐下起初来 还真是像不像样 不过 你以为除以了得 就能讨得好老夫人吗 我并非想要讨好人 我只想尽我所能 行行作态 你不过是一个被秦哥哥退婚的女子 如果不是皇上御赐的婚约 她怎么会收留你 她喜欢的人可是我 别以为你住在这里 就能改变什么 李小姐 秦大人喜欢谁 婉儿都支持她的选择 婉儿跟李小姐可不一样 婉儿 从来没有想过上杆子嫁入秦家 婉儿只想尽婉儿所能 你 哎呀 李小姐不好意思 这厨房油烟重地 您这金鬼之神 要不出去呗 你给我等着 能老不然知道 闲到后的烟雾 我看你还能带到几十 烟雾坐好了 烟雾来了 老夫人 请品尝 李小姐是贵客 这么珍贵的食材 自然是李小姐先尝啊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还是老夫人先尝吧 既然是婉儿的手艺 那也就代表着秦府的心意 磕随主便吧 雅盈 你就先尝尝 老夫人 我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我 我想去方便一下 您先吃 哎 李小姐应该不是去方便吧 莫非 是这个食材有问题 还是说 李小姐根本就看不上婉儿的手艺 婉儿自知厨艺不惊 但还是有信心 不会让客人失望的 再说 这个食材 不是你亲自带来的 老夫人 我真的不舒服 好了 一碗燕窝而已 何必如此推诿 我尝尝看 嗯 这个燕窝 炖得恰到好处啊 里面还加了菊花和莲子 口味清淡 却回味醇厚 真是难得的美味啊 婉儿的厨艺 真是名不虚传啊 多谢老夫人夸奖 这是婉儿应该做的 嗯 莫莺 你快尝尝看 啊 总共就一种燕窝 下莲巴就全部毁掉了 他是如何变出新鲜食材的 莫非 他真是神畜 今日逃扰多时 府上还有些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行 那你既然有事 那就先回去吧 路上小心 婉儿 送一下 是 老夫人 李小姐 请 李小姐下台阶慢点 小心摔个狗吃水 我用不着你送 李小姐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秦府的盐都用完了 我自然是去买盐的了 李婉儿 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 你高隐情哥哥 未婚就住进他的府里 满京城都没有你这么不要廉耻的女人 不知廉耻比你不知好歹的强 你那点小伎俩 都是姐玩剩下的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谁做的亏心事 谁自己心里清楚 就是这亏心事做多了 你小心遇见鬼啊 你才会言乱语什么 那我说的是人话 狗自然是听不懂啊 慢走不送 老夫人 雅云小姐已经送走了 嗯 婉儿啊 你走近些 我有话跟你说 来 坐下 您说 婉儿啊 老师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 耳不聋 眼不花 那些山珍海味啊 也是都吃过的 我知道啊 今天 你端上来的这碗燕窝 并非 真正的燕窝吧 古代空气好 风景也好 就是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也不知道现在过了多久 真的很无聊啊 我要玩手机 你说你想玩 手机 就玩的 拿在手里玩的 算了 你也不懂 夜里更深露重 小心照亮 多谢钱大人 林小姐 之前 是我听信了传言 在这里 向你道歉 我知道 你并非是 刁蛮汉服 而是有财强 有本身的真鬼秀 没关系 反正之前 我以为你是一个 听信传言的毛夫 那 咱们 现在算是 扯平了 嗯 扯平了 好尴尬 要说点什么 我和他根本就没有 共同语言 秦 秦大人 要是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来 早些休息 啊 老夫人明察秋好 这碗燕窝 确实不是真燕窝 是我用银耳 和融汁做的替代品 那 真正的燕窝在何处啊 回老夫人的话 李小姐趁我不注意 在锅里放盐巴 想让我在您的面前出炒 紧急情况 我实在没办法 只好一假乱真 还望老夫人谅解 王儿坐下 王儿啊 你行事 还算机密 而且为人诚实 是个好孩子 我们秦家家风 一向崇尚光明磊落 你呀 挺适合秦家的 多谢老夫人 只是 你如此行事 还是 故于有些冒失 要不是今天 我看出端倪 配合你演戏 只怕 你不好收场哦 我儿戏听老夫人的教会 乖 轩人来了 这次从边关回京 一定要多待些事 哎 你那魏国门的妻子 你见过没 朕可是从众多闺秀里 给你找的 回陛下 陈 已经见过 林小姐 聪明伶俐 性情爽老 如此甚好 既然你还算满意的话 不如早些完婚 也算 告为你父母 在天之灵了 陛下 臣 大致 大致未报 暂不考虑 不应之事 哎 那 你肯定是找到 残害你父亲的凶手了 有些美目 似乎 与司马辽有关 司马辽 朕 也在怀疑 只是 没有确凿的证据 陛下 司马辽之事 臣 已经秘密派遣 可靠之人 深入调查 还请陛下 暂时为臣保守功 好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朕 还是会和往常一样对的 轩儿啊 你我青铜父子 朕 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此事就交给你 全权负责 臣 遵旨 定当竭尽所能 哎 明日 朕举行家业 为你接风洗尘 你若与那林小娘子 见过 不如将它一起带来 太尴尬了 这剧情放电视剧里都会被骂俗吧 那 那个 秦大人 你别放心上 没 没什么 那 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秦大人 秦大人 你的衣服 哦 对了 明日 陛下在宫中举办家宴 让我 让我 带你一同前往 家宴 我去何事吗 家宴长 我们可以找机会 为林府的案子平凡 我去 那明天见 我来 你 牌子 别紧张 放心吧 陈秦轩 拜见陛下 愿陛下 岁岁欢愉 百福俱真 说点什么 临婉儿拜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临小娘子真是直接啊 典礼吧 谢陛下 你哪来这么多次啊 纯碑什么 纯碑什么 你们这些行李 什么行李 宫廷剧啊 都这么严 林小娘子 林家没有人教导你宫廷礼仪吗 我只要知道今天面圣 那我肯定不吃不喝都得学 怕是林家 居心叵测吧 我虽然不懂礼术 但是家父从小就教导我 要忠心爱国 不能做小人 行苟且之事 好了 都别站着说话了 坐下吧 谢陛下 谢陛下 宫儿 朕曾赐婚于你和林府闺秀 今日得见林小娘子 果然名不虚传 谢陛下隆恩 谢陛下夸奖 陛下 臣女亲做了一种新的饮品 您叫可乐 愿谢礼与您 共享中秋 好 朕来尝尝 此饮品味道可口 清甜俱佳 好 来 赏玉忠爱卿 共享佳品 这可乐的口感 真是独特呀 甜确不腻 很是爽口 太子去哪了 太子去哪了 走下吧 谢父皇 你 父皇 这位是 这位是林府闺秀 林小娘子 酒养 酒养 来来来 喝酒 不早说 不让我说 你们藏得也太深了 先别管这些 该说的 都背好了吗 钱你都不信 你连心理都不会 你放心吧 秦轩 林婉儿 今日佳节 本相 敬了一辈 祝你们 早日成婚 白头偕老 多谢司马大人 司马大人 这刚刚还弯弯绕绕的 怎么开始送祝福了 本相看到你们 如同看到自己的儿女一般 你礼节不周 自然当批评 而你们成婚之事 来是大喜之事 礼当祝福 这司马大人 这司马大人 祝福太贵重了 我可受不起 要不今天陛下在 咱们来聊点别的 你想聊点什么 陛下 不知您是否听过林家的案子 林家 林家出什么事了吗 前几日 御史大人 王伯正 带人闯入林家 说林家 藏有细作 而证据 却是一封 莫须有的密报 王伯正 带走了出 连婉儿之外的 林家所有人 臣以为 此案尚有蹊跷 不可草草结案 宣儿 今日中秋佳夜 不如我们 陛下 恕臣女之言 林家一案虽小 但所谓 狡诈之欲 虽不能查 必已情 皇上若能在 今日审理此案 必能体现皇上 明察秋毫 公正无私啊 陈王伯正 臣王伯正参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王爱卿 此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 臣的手下 在林家发现一封密报 此密报 乃是敌国细作所为 臣当机立断 带人前往林家 捉拿罪犯 臣以为 此事与林家脱不了干系 这时 秦大人与林小娘子 正好感到 据力力争 臣为了国事 不得不将林家人 暂时机啊 还望陛下明察 朕知道了 秦宣 那依你之言 林家一案 有何蹊跷啊 陛下 探寻敌国细作 乃是陛下 钦点给臣的任务 那为何 前往林家的 却是御使大人 王大人 其次 探寻敌国细作 乃是机密 王大人 是怎么得知这些消息的 怎么知道的这个呀 你说 王大人说 为陛下分忧 乃臣子分内之事 奉丞相之命 缉拿林府之人 这事 跟丞相大人也有关系 细作之事 老陛下已久 陈作为陛下的左膀幽病 你应为陛下派用 解陛下心头之患啊 王大人说 这铁证是一封密报 那何不把这封密报 传给陛下 好解陛下的心病呢 这 密报呢 是在您这儿 还是说 在丞相大人呢 臣以为 此案 还需 丞相大人出面 此事 与本相无关 有没有关系 可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人证物证俱在 是司马大人 指使王大人 诬陷林家 仓有戏族 你满口胡言 陛下 为陈您是想为国分忧 为国分忧啊 此事 确实是司马大人 他吩咐的 此事与臣 兵无瓜葛呀 陛下 臣只想为国效力呀 陛下 好一个为国效力 王大人 没想到 您还盼主呢 王大人 说话之前 说话之前 不要想清楚啊 陛下 林小娘子 有句话说话 为陛下 文忧 是臣子 分内之事 臣 已将那细作抓获 本想 一问上槽 在承语陛下 不想 林小娘子 这么心切 也罢了 为了一方万一 陈将这细作 带在身边 就等陛下 召唤 是老邓子吗 那就 带上来吧 你 但说无妨 只要属实 朕 可以免您死罪 陛下 是王大人 指示我的 血狗笨人 我已是亡命之徒 不敢妄言 司马良 你狼心狗肺 我帮你做事 你竟然敢 那人 把王帮政 带下去 皇上 皇上真冤枉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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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冤枉啊 皇上 皇上 真是冤枉的 皇上饶命啊 皇上 杀了吧 陛下 你说好的 你是敌国系组 朕杀你 天经地义 皇上英明 陛下 人 我已经抓到 倒是 林小娘子 这么心急 怕是 司马大人 这今日呢 是中秋家宴 听闻司马大人 喜好美食 何不尝尝 御膳房的手艺 太子 所言极是 好了 今日 秦宣 司马大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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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明 终于了结一桩大事 干的 干的 干得不错 那可不 简厉害 真的 是是是 厉害 厉害到行礼都不会 就是这个样子吧 有啥不会的 行礼应该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这不一样吗 好了好了我知道 这 治疏 太子殿下 臣女参见太子 诶 儿 娃儿 见外郎 谁见外郎 你是想当当太子才见外吧 你小子 马甲掉了吗 什么马甲 你怎么不跟我说他的事 他不许 你俩这藏得够深啊 不是啊 你这好端端太子不做 你跑去开什么酒楼啊 我不是个人喜好吗 个人喜好 回酒楼再收拾 那林大厨今晚在哪儿落他 要不我让人收拾一个偏念 你将就一下 哎不啊 今晚我去秦轩呢 拜拜 回见李兄 拜拜 累死了 赶紧回去歇息吧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 林家还没有安排妥当 我不放心 林家之事 我会派人安排进去的 爹爹年纪大了 也不知道在牢里有没有受伤 还有小莲他们 李小姐 王爷 林小姐 你不必如此操劳自己 秦轩 谢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替林家翻案 你我不必这样 毕竟 有婚约在身 耶 是谁 是谁说之前要退婚来着 哎呀 侯爷 我眼睛迷入看不见了 哎呀 这 哎呀 小姐 我 可以叫你王儿吗 不行 骗你的 我 婉儿 天色已晚 我担心 四毛条 会对你下手 有你秦大人在 我还怕他 那行吧 那要不就 明天早上 送我回去吧 好吧 方便休息 明日一早 不许之国 OK OK 老爷 今天是姐姐的忌日 这秦大人过来 是不是不太好啊 无妨 早晚是一家人 没事的 爹爹 爹爹 闺女啊 没事吧 一切安好 多亏了你啊 都是秦轩的功劳 谢谢秦大人 无妨 都是婉儿的功劳 婉儿回来了 赶紧去叫下人 准备一下啊 秦大人 您就留在这里吃一点吧 秦某 只送林小姐回家 还有钥匙 告辞 哎呀 别磨叽了 走吧 进去吧 婉儿 这桌饭菜 是你二娘命人特意做 请带 多吃点 多谢林夫人 多谢二娘 哎呀 我可不敢受 咱家大厨的夸赞呢 你可别忘了今天 说点什么 说什么 随便说一点 婉儿让我说两句 那我就说两句 昨日中秋佳节 祝林大人 林夫人 最最欢愉 百福俱真 大哥让你说 多谢多谢 都是换个词啊 多谢啊 好了好了 秦大人有心了 那个 今天 今天什么 没事 你有没有感觉 他挺怕你的 会口 你傻呀你 官大 你还是武将 能不怕你 我没怕 林大人 林夫人 林大人 是文官 对习武之道 知之甚少 来 我将你打一套局 下次见面的时候 咱们就不必害怕 大人 不打神 不打神 秦大人 请吃 请吃 吃吃吃 你真的 不记得今天 是什么日子 又怎么了 二娘 狼心狗肥 你骂我干什么 你肯定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然你也不会 把秦大人留在骨上吃饭 不孝子 二娘 我看你挺会 添油加醋的 怎么 今天没有发挥好啊 你真不会扣屎盆子 怎么不去种田 种田有机蔬菜呢 要不是你当初放烟花 你娘咱怎么会 你闭嘴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你别管我墨脚 我 我 我撞了头 真不知道 林大人 林大人 刚才 我在林府门口 看见一个下人 比较可疑 所以 擅作主张 让白夜去跟踪一下 把人带上来 我怎么没见过你 小子天儿 给府上 纷纷探火的 探火 中秋刚过 怎么就开始烧炭了 上头吩咐 今年年头了 让小的早早地把炭火备下 上头 我常年操持家务 从未听说过提前被炭火之事 你上头是谁 小人 上头是 怎么 连自己管事的都不知道了 我觉得你好生面熟啊 小的新来的 小姐肯定不认识 你把头抬起来 抬起来 你 我怎么觉得 已经是不是见过 小的十年前 在林府办过差 家中遭遇变故 又回家去了 那你现在怎么又回来了 小 小的 大人 不必多言 自然起火 烧死 顶瓦儿 我想起来了 你以前 是姐姐的探夫 是不是你 杀害的夫人 小的 没有 所以你想顾忌重施 你想烧死我 想烧死我母亲一样 你是司马辽派过来的吧 不 看来 司马家早有准备 处理一下 我 是爹爹不好 我 是我愧对了你和姐姐 我错了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对不起 没关系二娘 我会替母亲报仇的 爸 林大人 林夫人 在下还有钥匙 先行告辞 多谢秦大人 爹爹二娘 我去送送秦大人 爸 你娘亲的事 我会和 司马辽 有个了断 林小姐 你终于来了 掌柜的和范大厨 都要疯了 谢谢你了 秦逊 你看 酒楼没有我都要疯了 那我先去啦 好 赶紧的啊 都快忙着 后面又催了一桌了啊 抓紧的 掌柜的 林小姐来了 你在哪儿 你快忙去 林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你可是不知道啊 你不在的这几天呀 那些食客们 硬是追着我 催着要那个什么新菜品啊 我上哪儿去给他们变这些稀奇古怪的菜呀 你看看啊 我这头发是一吊一大把呀 我这吊的 你看 赶贵的 我这不来了嘛 回来就好 师父 师父 徒弟 不必多礼 今天我也是带着新菜品来的 师父您请 我给您打下手 把肉给我切了 你先帮我把朱里脊 切成大片薄片 女儿红 还有盐 腌制一下 啊 又用女儿红啊 这好几十辆银子呢 师父 哎呀 让你用就用 拿那么多废话 好了没 切好了 面粉 裹上 用腌好的肉片裹上面糊 放进滚烫的油中 然后捞出肉片 再炸第二遍 倒出大部分油 留下底油 再放入糖醋汁炒热 迅速把肉片倒进去翻炒 师父 这是什么做法 哎呦 这酸味啊 哎呦 闻起来就让人食指大动啊 尝尝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外焦里嫩 酸甜适中 好啊 哦 好 太 啊 老板 尝尝我这新品 给我扮了 嗯 好吃 咱俩几天没见 你这手艺倒是没有退步嘛 那可不 掌柜的 这道菜够牛的吧 哎呀 够够够 实在是太够了 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 晚安 我送你 呀 尊贵的太子殿下 今日不在东宫处理政务 怎么有时间前来酒楼了 自然是来看看 本宫重金聘请的厨子 有没有偷懒 晚后的资本家 你又在嘀咕什么呢 哦 对了 你最近尽量不要来酒 我担心司马利奥 会对你动手 那我先走了 感谢太子殿下 护送我这个若女子回家 牙签自立 注意保护好自己 走了 拜拜 拜拜 小莲 你这什么东西啊 秦轩 秦轩 你 醒醒 秦轩 小姐 你叫我呀 小莲 你帮我打盆水 要温水啊 啊 好的小姐 秦轩 你帮我 你帮我放门口就行 你先去歇息吧 好 谁活天真 我好 宿轩 我孙 艺术 你 我 拿 自己 你 就 吧 就 你终于醒了 你别动 我跟你说你这伤口 我好不容易给你止住血了 别动 我给你上点药 娃儿 我这伤 是你 你这伤我给你治的呀 我跟你说 我用的都是上好的金创药 你放心你死不了的 我是说 我这衣服 衣服我给你脱的呀 那伤到胸口了 你能不脱掉吗 我是说 那女后面 我在你鬼坊里 一身不成 这与你不合 你都要死了 你还担心李叔 我自己来 少废话你别动 好了 我跟你说 你那些什么李毅廉耻啊 那都是文人酸儒 自己编排出来牟利的 你要是真爱 这样生活的话 那你还不如去庙里 当菩萨端了 很难教训 这话居然是 从她口中说出的 娃儿 你还真是活得通道 已经多活了一辈子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我活一辈子是别人的两辈子 小姐 你起了吗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啊 小姐 你没生病吧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 小姐 你起了吗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啊 小姐 你没生病吧 我怎么感觉你病了 你别过来 小姐 你真没事吗 没事小莲 你帮我跟厨房说一声 我要做文活老鸡汤 茄晓 还有那个汇鱼肚 你让他们准备一下食材呗 那是什么 你跟他们说就行了 他们知道的 行 小姐 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事 你帮我监督一下他们 我不放心 那个门关一下 好冷啊 你怎么 流这么多汗 我伤口 好像又裂开了 你慢点 你这伤到底怎么弄的呀 没事 如实交代 追查帝国细错 一不小心 被他们所生 你说傻 你就不能多带点人吗 没事 都是小声 这还小声 都出新窝子里去了你 你这是在生我的气吗 我已经给你弄好了 我给你拿衣服去 后日是周元姐 你可愿和我一同去放河灯 后日是 周元姐 你可愿和我一同去放河灯 你这是在邀请我约会吗 约会 这 我 我答应你了 此话当真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 那 后天见 你还没有说去哪 什么时候呢 孩子 婉儿 你来了 你是不是傻 要不是这条路就这一个吉时 你让我去哪找你 是我的错 我没有考虑周去 算了 原谅你了 我们去买灯吧 好 你刚许的什么愿望 看来我们彼此还有很多秘密 对不起 宝儿 没关系 反正 人都是我秘密的 等等宝儿 我有礼物要送你 等等 一试点 来吧 让我猜猜 秦大将军 会送人什么礼物呢 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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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要不 我们现在回去 宝儿 下来 我自己走 秦书 男人 取天府 是 侯爷 这个簪子 怎么这么年少 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靠 居然和那根簪子一模一样 甚至出摸后 都是同样的头头 这真的是巧合吗 谁啊 小林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不好 他 他 他这是服毒自禁了吗 没事吧 没事 他是司马辽的人 我也不太清楚 但查明死者身份 后续会有线索 对了 你今天怎么会来 你怎么知道有刺客 婉儿 我 好吧 那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勉强你 不是的婉儿 我说 我是做梦梦见你会有危险的 你会信吗 那如果我说 我是几千年后穿业来的人 你信吗 我 我真的害怕 害怕没及时感到 我怕 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了 你刚刚你不是把我救下来了吗 没事的 不争不强 不时不往 静暮脚扬 没有你的阳光 我就先去 传言死者身份 哎 等等 这个簪子 簪子 哪来的 哪来的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这样 怎么了 这簪子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难道真的一切都只是巧合 婉儿 明日 我会派人 来灵府保护你 你多加消息 他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参见陛下 你这么着急见朕 是有什么事吗 陛下 臣 在林家发现了敌国戏作 想刺杀婉儿 但是 臣一时心急 未能活着 但是臣发现了重要线索 前来汇报 有何线索 臣 在戏作身上 发现了密报 疑似 司马辽所作 司马辽 还是心急了 但是密报所言非虚 北莽 一直对我朝虎视眈眈 或许 司马辽 已经走漏风声了 愿陛下 早做准备 朕知道 你和林小娘子 你和林小娘子 可千万别再受伤 臣定会护自身 和林小娘子周全 也会和司马家有个了断 那没什么事 臣先告退 等会儿 朕可听说 你昨日和林小娘子 上街赏灯了 是啊 哎呀 甚好 甚好 轩儿 朕将你当作亲生儿子 抚养长大 你现在既然有婚约在身 就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 不如今日 朕就把婚期给你定了 也当是完成朕的心愿 陛下 婚姻只是 臣自会找钱 你会上心 都是朕在替你上心 是谁闹着要退婚 一回京都 就去林府闹事 朕可都知道 陛下 家仇未报 臣暂不考虑撑还 不考虑 你 你 陛下 若没什么事 臣 先告退了 哎 明日北莽的使臣来访 朕听说林小娘子 除意了得 你把她一并带来吧 是 臣告退 这到底是 什么 为何如此真实 皇上驾到 祝皇上 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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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各邦使臣欢聚一堂 还请品尝我国菜肴 开启 谢陛下 谢陛下 怎么了 怎么了 也太难吃了吧 陛下找你金剑 就是为了辞职 陛下 比赛 我朝盛世之危 陛下 这是我国独有的私仇 天蚕丝制成的免疫 愿陛下万福 今安 陛下 这是我从南无专门带来的天蚕景段 还望陛下万福 今安 陛下 北莽供奉的那一件奇珍一宝 乌鸦羽毛编织的 披风 太嚣张了 乌鸦乃不祥之兆 这分明是挑衅 就是 欺人太甚 多谢北莽使者 此话怎讲 这件披风为黑色 黑色 五行主水 水乃生计之源 代表繁荣创盛啊 这不得感谢北莽使者吗 身为使者 学习礼仪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哦 难不成北莽 陈莽仲 还请陛下见 这位姑娘是 陈女灵士 见过北莽使者 你被辞了 解学服务车 不需要 北莽使者 北莽使者 可是身体不适啊 陛下 书臣执也 你们的饭太难吃了 想我北莽 遍地都是牛羊 餐餐都有肉 北莽使者 你还是少吃点肉吧 容易便秘 你个小娘子 肯定没有吃过我们北莽的烤羊腿 那烤羊腿再好吃也不能多吃 会流鼻血的 轮不到你个小娘子说话 哎 这可不是随便一个小女子 林小姐呢 乃是我得意酒楼的第一大厨 你个厨子 下三滥的东西 英雄不问出处 我确实是个厨子 那不也跟北莽使者 一起平起平坐吗 平起平坐 你太高看得起自己了 我高不高看自己 不是你说了算 既然北莽使者这么说的话 臣女有一提议 这北莽的美食很多 那我朝的德义酒楼 又名声雀起 五湖四海皆是兄弟 今日所有的使者都在 不如大家一起做个见证 让我跟北莽使者 比拼厨艺 这北莽的美食很多 那我朝的德义酒楼 又名声雀起 五湖四海皆是兄弟 今日所有的使者都在 不如大家一起做个见证 让我跟北莽使者 比拼厨艺 行 比什么 既然你三句都不离肉 不如我们玩点新花样 用素食做婚事 如何 好 陛下 被食材 谢陛下 使者大人 这你要是赢了的话 我朝自然有重伤 可你要是输了 这又如何 若是我输了 最当撤回乌鸦羽 重新进攻 以示诚意 重新进攻 这未免也太轻了吧 要是你输了 必须无条件归顺于我朝 若是你输了 我就要你们的乌塔古城 乌塔古城乃是商路重要命令 使者大人未免 狮子大开口了吧 必死 必死 司马爱卿 你怎么看 陛下 臣 倒觉得 可行 陛下 臣女愿以性命担保 若是臣女输了 臣女之命 由陛下处置 可要是使者大人输了 那你必须无条件答应我朝要求 林小娘子如此自信 怕是有所准备啊 不然 也不敢在此等宴会上夸下海口 司马大人所言极是 可是小女并未准备 是吗 是啊 这司马大人 倒是挺冷静的 陛下不说话 难不成是惧怕北马 好 这 信你一次 谢陛下 皇上有旨 每人可带一名助手 所以烹饪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当心 小姑 明月 我来 小姑 昊儿 你这事怎么了 嘿嘿嘿 我 启禀父皇 儿臣 儿臣没事 秦萱 秦萱 芯萱 启萱 晗萱 祖萱 小姑 带着 什么 拦着 本在 哈 启萱 因此 会啊 有我呢 大傻 比赛开始 把香菇洗进去地 这样解 这样解 这样 你来 就接上这样 知道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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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比赛结束 请各位品尝 零马而胜 Yes 欺人太甚 大人 比赛公平公正 何来欺人一说 同事已速作婚 无非大同小异 我非忙以烹饪住场 怎么能输给你们 是 非忙 是已 哼人住场 但这并不代表 你就能赢得了比赛啊 哎 输不起 你们有诈 有诈 大人 您可得拿证据说话 我算是明白了 你们这就是上鸿门夜 要门北往南看 哎 大人 刚说了的 何谈 何谈 你们这是何谈的态度 大人 这我朝呢 与北马多年来兵戎相见 多杀戮 难免彼此疏远 若今日得以握手言和 岂不是了结了两国的一桩大事 哎呦 这司马大人 怎么了 嗓子不舒服 口感风寒 稍有不适 那您 谢谢着啊 小心 来人 把史禅大人带回偏殿休息 从侯侍卫以外 任何人不得靠近偏殿半步 等着吧 我北马吃在日前会一通天下 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你了 没事就好 今日 多亏了你 替皇上 搬回了一场 不愧是林大厨 必须的 你俩 又在小声说什么呢 没什么 今日林小娘子所作所为 护住了我朝颜面 赏 黄金千两 陛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别跟我客气 本来就是 谢陛下 儿臣库房里呢 也准备了一些珠宝 方才叫人取出来 赏给林小姐 哎呀 太子殿下 咱们都是熟人 给我放车上啊 小娘子 果然是 胆识过人呢 呀 这 司马大人能说话 简直一些奇迹啊 温酒入喉 感觉好多了 那您舒服了就行 我这胆识 能不过人吗 天天遭人刺杀 好了好了 见夜乏了 退下吧 天等告退 还得是我林大厨 要不是陛下载 我肯定直接跟他兑现 你说呢 你怎么了 兴许是乏了 那我们进去休息吧 我不是汉有事 我去送你到这儿 我先走了 轩轩 轩轩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树小的直言 您今天的情绪有些失落 是因为您小姐的事吗 今天晚宴发生的事 我好像在梦里梦见过 前段时间 反而遇刺也是如此 我担心 我继续待在他身边 会害了他 侯爷 侯爷不必担心 或许是巧合呢 你小姐肯定没事 你就放心吧 但愿如此 秦哥哥 老夫人喜欢的是南越燕窝 但这好燕窝得慢慢调 秦哥哥 其实 我最近看上一根簪子 想让你 你自己买电视 小姐 秦叔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看不出来吗 我在和秦哥哥逛街啊 你说 爸 我们现在在大街上 我怎么样了 我干什么了我 云小姐 你不是说过 无论秦哥哥喜欢谁 你都会尊重他的选择 现在他不喜欢你了 请你不要再来找他麻烦了 跟你有屁关系啊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头 是不是 还是说你言吃多了 嘴巴也淹入味了 你 我的确 是受祖母所托 来陪李小姐一块买烟窝 李小姐 你还是不要胡想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干什么 当哑巴是不是 没什么好说的 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就直说 干什么呀 你把我当傻子 我没有 你什么没有 你把我们婚约当儿戏 是不是 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 秦大人 要好自为之吧 霍雾 霍雾 伸 exposed 轩儿来了 免礼吧 轩儿 你这又是要干嘛呀 臣恳请陛下 收回成命 解除我与林小姐的婚约 你们不是心心相应 情投意合吗 怎么说改变就改变 臣抗拒不遵 羞辱皇上圣命 请陛下责罚 你当真决定了 是 陛下 林小娘子这样好的姑娘 朕见了都心生欢喜 你怎么说不许就不许了呢 你实话告诉朕 是不是她不愿意嫁给你 没有 林小姐 惠之兰心 秀外惠中 是臣 你放屁 整个大训就只有别人 配不上你 没有你配不上别人 朕不同意 陛下 你若不同意 臣 就常规不起 跪着吧 小姐 你都连英识罢了 你就不能让让我吗 我告诉你 你家小姐的字典里 就没有让这个字 不玩了不玩了 小姐 李家小姐前来拜访 李家小姐 谁啊 就是跟您不对付的那位 李雅盈 让她进来 我在这儿等她 李小姐 你可真有雅兴啊 都这时候了 还有心思打牌 那可不嘛 我生活如意 幸福美满 可不像有些人 总在别人身上 找族在的 是吗 我可听说 你被退婚了 心态还这么好 又是那种 你无不无量 你不知道吗 秦哥哥向陛下 请求退婚了 我跟秦轩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插嘴吧 唉 既然你不信 我也没什么办法 不过 我还是建议你 去亲自问问他 究竟是我在搬弄是非 还是他真的不要你 哎呦小姐 你别生气 那李小姐一向不坏好心 你别往心里去 我去找他 啊小姐 是 情轩 你为什么要和我退婚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还有什么事 瞒着我 幸福了 李小姐 你怎么 秦轩呢 侯爷不在府中 还请你赶在 哎 李小姐 不方便 我是他未婚妻 为什么不方便 后应在传承将琴声 你别难为我了 是秦萱不让我进去是吗 秦萱 你出来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快点出来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有本事退婚 你没本事当面跟我说是吗 你小姐 我求你 你滚开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婉儿这么好的女子 你都不知道真心 难道你一辈子都不再娶了 你这是要让秦家绝后吗 我是不愿意娶她 而是 而是什么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样的借口 而是我一靠近她 她就会受伤 胡扯 是谁的胡说八道 不是胡说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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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呀 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比我这个老玉还糊涂啊 事在人为的道理 你不懂 我 你不懂 选了 人生短短数十年 能找到有情人相伴 本就是男士 你要懂得珍惜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林小姐 马上变天了 您快回去吧 他不出来 他不出来 想想堵住 雨萱 你能不能出了 秦珊 我求求你了 你出來認認我 我想聽你當面和我說 秦珊你不能這麼對我 你當心 我 穿著 接受的只成熙 老實現在怎麼樣了 到底什麼時候能好 小姐只是租火生心 外加傷害擺脫的高熱 曉得已寫好藥方 還請按此藥方抓藥 导惹三日内可 还愣着干嘛抓药去 小子就先告证 丁大人此事 是在下考虑不着 让玩儿经我生平 文贝深感愧疚 你 你叫我说点什么好啊 怎么样 有没有 有没有好一点 丁丁 是不是和父亲在外面 没有 你听错了 他怎么不来见我 他不在外面 他怎么不可见我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好了好了 好 在下告退 哎 你呀 小姐 你都几天没吃饭了 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住的 小姐 老爷知道会担心坏的 小娘 我不饿 小姐吃饭了吗 没有 你下去吧 我 万儿啊 孩子难过吗 爹爹是过来人 男人嘛 都是这样的 行行行 是爹爹错了 我不说话了 爹爹找一个会说话的陪你 行吗 随便吧 这么不想见到我 欠过太子殿下 林大厨这么见外啊 当然是听说 有人要把自己饿死 我赶紧过来看看 毕竟林大厨要是饿死了 谁为我的酒店研发新菜 那我还要感谢太子殿下去尊前来 行了 别愁眉苦脸了 最近酒楼新来了几位歌迹 要不 我带你去看看 不想去 走了 不 谢谢你送我回家 都是小事 我这不是怕你 一时想不开吗 我才不会因为男人放弃生命呢 呦呦呦 我才不会为男人放弃生命呢 是谁 被退婚了 惊到绝食啊 又是谁 林大宇发高烧啊 反正不是我 快回去吧 我把这个帮人放弃生命呢 乒乒乒乓 我 不想伤害他 行行行 我不懂 你懂 随便你 我去看看 是你 你敢刺杀邓京朝廷宰相 你要谋反吗 邓君 你陷害我的父亲 是 死沙场 已经狗活了这么多年 该下去陪他了 不 秦雪 这个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今天过来 不是来听你解释的 而是来 叫你狗命的 你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小心 你 你 你一定会没事吧 我只要带你去医馆 我 还好 还好 我 还好 我没有太烦了 宝尔 你想象了宝尔 是 有一篇谈话 几年 了却不少年 没有 全 还有 我的 思念 如果 我 及 好 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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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好了 陛下 臣已经痊愈了 痊愈 你痊愈个屁 朕有没有告诉你 不要单独行动 不要单独行动 你把自己弄一身伤 林小娘子也受伤了 你们两个 真是 臣知罪 司马辽是何许人言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朕怎么去面对你的父母 陛下 臣 臣莽撞 臣早就叮嘱过你 有关于司马辽的一切 你都不可单独行动 你看你现在这身的伤 怎么不让臣操心呢 是 皇上 皇上 北猛出兵入侵我朝边境 什么 陛下 还是你坐下 还是坐下 陛下 我可以前往 边疆 不准 你伤势还未痊愈 不可轻举妄动 陛下 边疆混乱 臣 不能坐以待毙 无论如何 这次你都不能去 朕 亲自随军出征 陛下 你的龙体 乃是立国之根本 请陛下三思 北猛是世大 不得不防 而且边境部队屡遭突袭 军心涣散 这欲诈行政 才能稳定军心 皇上 临时千金求见 他又来找朕什么事啊 奴才不知 是他执意要见皇上 宣吧 是 臣女参见陛下 坐下吧 谢陛下 你来找朕 所为何事啊 陛下 臣女请求 随军出征 什么 不可 秦将军 臣女如何 似乎跟你没有关系吧 我们 已经解除婚约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 随朕出征做什么呀 陛下 臣女认为 民以食为天 战士们在战场上杀敌 那食物的供给 万万不可马虎 所以 臣女随军出征 给他们准备吃食 李小姐 此事 复杂 不可放弹 秦将军认为 我在湖南 战士们在战场上杀敌 那食物的供给 万万不可马虎 他们如果没有充足的 营养成分的话 很难行军 而且一顿丰富的美食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家的味道 臣女问完不可获权 秦将军认为如何 李小姐 此言极是 行 那就依你所言 随朕 出征吧 谢陛下 宣传 我看你已经好几天都茶饭不思了 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你这孩子 打小就报喜不报忧 心事都藏在肚子里 但我看你这样 我心里也难受 你倒不如和我说说 祖母 没事 最近 公务繁忙 可能是累了 你倒是和我见外上了 不过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就是想婉儿了 随军征战 是他的选择 会有什么可担忧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没再担心他了 那这样 正好 李家小娘子对你有意 既然你已经决心 和婉儿退婚 那便由我做主 你和他成亲吧 祖母 我是不会再娶其他人了 你既然已经和婉儿退婚了 又不愿再娶他人 难道你要一辈子一个人过 你这样 让我百年之后 怎么面对你祖父啊 祖母 您说什么呢 我不管 要么你就成亲 要么你就是想让我死后都不得安生 祖母 我只喜欢婉儿一个人 再娶他人 即使对婉儿的不重 也是对他人的不够 这就对了嘛 宣儿 男子汉大丈夫 更要敢爱敢恨 不知道 你快劝劝我们小姐吧 她已经在厨房待了三天了 她这是怎么 小姐只顾着研究粮草 不吃不喝 而且 你看 那都是她研究出的方法 她只顾着研究 如何储存军粮 而且还在找更好保存的办法 行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我去看看她 干嘛呢你 你幼不幼稚 听小莲说 林医大厨最近茶饭不思 她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是不是想她了 我不知道你再说说 看看你这土豆丝切的 这是林医大厨的手艺吗 好了 你要真这么想她 就向我父皇求皮快 她会答应 我不回去 你是不是听说 秦萱 要娶妻了呀 她娶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 你是不是无聊 好了 和你开玩笑呢 哪壶不肯提哪壶 你说 秦萱如果真的娶妻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 你是堂堂太子 那你是要三妻四妾的 不行 我不跟别的女人分享男人 那又是不分享 那也不怎么样 行行行行吧 和你看玩笑呢 我走了 对不起 太子殿下 我明白你的心意 但我早已信用所说 哪儿 火焰 我在城外发现一个北马鱼岛 发现了一封密函 说 你到底抓住了谁 他到底在密谋着什么 我是不会让你知道的 把他拖下去 不管用什么手段 让他开口 是 侯爷 是否要禀告陛下 彻查郡主 现在传信 已经来不及了 况且 我们不能将大军的安危 寄托在一纸传书上 那侯爷 您的意思是 既然陛下 赋予我便于行事之权 我必要亲自前往 你传令下去 带一百精卫 轻装俭刑 咱们连夜出发 是 婉儿 你一定要平安 这什么地方 放开我 你是大顺皇帝的妃子 长得倒是 君俏 你说 用你能换来大顺的多少座城池呢 你抓错人了 我不过是一介雏鸟 怎么敢高攀皇家 到现在了 你还耍花样 我们的人都查过 你不是太子的妃子 这是皇帝的妃子 抓了你 我们怎么都不亏 也能祭奠我哥哥的在天之灵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的身份 但是你要相信 用一介女流 就像皇家所要利益 那你还真是白日做梦 什么意思 说你傻呀 来人 给我把她的嘴堵上 现在不是说倩鸟的时候 走 倩倩 秦将军 我这招美人计 怎么样啊 你下作 下作 为了能赢 这有什么下作 秦大人你看看你后面 侯爷 放开 有什么冲我来 秦将军 这是你说的 冲你来哦 秦将 侯爷 是冠军侯吗 不是在战场上杀敌巫术吗 有什么 你冲我来 你别碰他 你不是要征服我北莽吗 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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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父亲 我怕 我一直被秦成 我恨他 我恨你 我恨你 不是呢 我恨你 不是呢 不是呢 这一世界 啊 手语 你的 秦深 不能梦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 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很安心 如果不遇见你我不可能相信 生命有一种 这个三子 我不记得我的 我只会 回来的 好人 你 只不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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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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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林婉儿你在干什么跟你发消息也不回 主编 怎么了 你奶奶去世了我没有理解 但是这个采访只能你去做什么采访 据可靠消息 秦天集团的继承人醒了 你赶紧去城郊的太康别墅设法和总裁搭上话 我们后期的广告还只是这位少爷呢 你是说那个刚刚留学归来的败家子 什么败家子 他是我们的金主 谁叫他一回国 老爷子就将集团管理权交给他了 可是他在国外就败家 我们采访他干什么 一上来就要投资十个一件房股九四 确实败家 但这也给了我们做广告的机会嘛 我是听说他一回来他就受伤了嘛 那说不定他哪天就嘎了 哎呀你就别八卦了 赶紧去 想办法见到本人啊 我实在没有心情 我 我是在给你争取机会 他现在不跟任何媒体接触 你拔的头筹机会不就来了 你奶奶在天堂也希望你生活幸福 幸福的源头是什么 就是钱 哎这样吧 如果你成功搭上线 今后的广告费多给你提升百分之十 你好我是 我 我呀 你谁呀你 你别装了我凌碗尔 这里是四眼两地请你离开 新鲜是不是在里面 警告第一次 你别装了我凌碗尔 你真不认识我 警告第二次 我是来做采访的 你真不认识我 你真不认识就不让你这样 别推我啊 秦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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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把我当傻子 滚 让她进来吧 好的 少爷 小姐 你压到我的伤口了 秦桑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小姐 咱们什么时候见过 对开门重复再相拥吗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人了 小姐 请问 那还有抽豆腐和蜂蜜 在吃太多冬中 心当初的怀中 隔开的寻求 会不能相拥 还没到开门花 却看见天边 一点点 别糊 我 还以为我运作 记忆里有花油 人长到后 太难学错了 总有时光怎么想画给老朋友 你 这种花油 在这种花油 我 你还没到开门花